大家好,这里是面面 今天要大家去一家这边 我还挺喜欢的一家美式汉堡餐厅 叫Tipsy Cow 这家店是一家西雅图这边才有的 汉堡店,它只有两家分店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 所有的材料都是 选自local的一些商家 比如说牛肉和汉堡配 以及各种样子的蔬菜 都是选用当地有机的农场 然后他们的食材搭配 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 重点是他们家 我觉得非常物美价廉 一个正常饭量的妹子应该吃不下一整个套餐 它的量真的非常大 这是我点的鸡翅 然后搭配的是他们店里面 特制的叫Thai Pinard Sauce 店员给我介绍说这个Sauce 非常的辣 我来试一下 完全不辣 美国人不是很难吃辣 所以炸的蛮脆的 但是 跟我在泰国餐厅里面 吃到的Pinard Sauce 其实不是那么像 它的花生味道特别浓 然后比较稠 然后有一点点椰浆的味道 然后有一点点椰浆的味道 我其实个人不是那么喜欢 感觉太稠了 然后就没有 就没有那种吃快餐的那种 愉悦感 嗯 然后上次我来吃的时候 点了一个Barbecue Sauce 就感觉很美式 但是还挺喜欢的 因为比较重口味 这个汉堡呢 名字叫Blue Master 它里面是放了 7OZ的Grass food beef pantry 和一个很大的洋葱圈 然后还有Jack cheese 和蜗鳥还有番茄酱 哇这个 吃起来非常 他们家的汉堡 就用黄油烤过以后 特别软 然后表面有点脆脆的 哇 哇 这全都滴下来了 它牛肉烤的非常的香 然后外面这一层 嗯 那个洋葱圈上裹的那个面糠 特别好吃 萝卜和番茄给它清爽 然后它自己配的里面那个 sweet barbecue sauce 又特别 跟这个整体都很搭 很有吃快餐的幸福感 他们家薯条呢 是带皮烤的 然后都是用 all natural的 pillado 然后上面还会撒欧芹 我自己点了一个叫 Big Eye的汉堡 它呢比较特别 它是一种日式创意在里面 它就是把tuna 外面裹一层芝麻以后煎 煎到半生 半生的状态 非常的香 然后里面还放了 就是加了wasabi的蒜泥蛋黄酱 以及一些ginger soy sauce 整体在清爽的同时 又保留了非常浓郁的风味 它的顶上还放了一层生姜 就是淹没的甜姜 我上次吃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我刚才点了一份 然后当上来以后 我觉得它过熟了 然后就让厨房重新退回去 重新做了 这次就完美 刚才服务员过来跟我说 因为刚刚出现过熟的情况 所以他们给了我 给了我一张古道的coupon 让我下次来的时候可以用 然后我自己点了的是 他们的红薯条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吃 他们选的红薯非常的甜 然后又很糯 他们这个soy ginger sauce 真的是点睛之笔 你吃这种巨星汉堡 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在吃之前把它先压压实 然后再吃 不然的话会撒的到处都是 好吃 而且吃上会非常难看 他们家生姜好好吃 这个腌浆好好吃 我其实本身不是很喜欢吃 这种紫甘蓝 但是它切得非常的碎以后 跟蛋黄酱 还有生姜寿司醋混在一起以后 不仅有口感 然后口味也很有层次 你吃才不吃 他就会吃 这个吃完 这个是鸡皮 就是在我都吃了 只要吃了 这个鸡肉 你吃了一个小鸡肉 所以我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小鸡肉 也不太好吃 这是一个小鸡肉 它是一个小鸡肉 那就是我送了一个小鸡肉 然后我送了一个小鸡肉 给它们家的小鸡肉 所以我还能够吃到 以后可以擦擦手 不会弄得非常脏 这顿饭一共吃了四十三刀 我觉得如果当你特别想吃垃圾食品的时候 实在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今天的美食探店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并订阅我哟 想了解更多美食资讯呢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